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美团二选一垄断行为 罚款34.4亿元 券商普遍认为今次处罚应该会消除美团业务的重大不确定性 因美团被视为即阿里巴巴之后反垄断风险最高的公司 而罚款额属可控的开支范围 今年4月阿里遭事监局重罚28亿美元 相当其2019年度国内销售额4% 摩根市丹利发表报告指 罚款额占美团今年4月融资100亿美元后的现金储备约3% 或是其2019年度国内销售额3% 同时远低于赚文的10亿美元 故该行维持美团增持评级 目标价320港元 大摩指出自4月以来 已对其送餐服务单位经济效益短期估算更趋审慎 从美单0.6元降至2020年的0.4元 摩通亦认同 罚款额对美团的市场份额影响微不足道 关乎今年下半年 公司外卖业务表现稳健 预计对其未来市场竞争定位的影响不大 摩通指 内地对美团的罚款符合投资者的预期 因为大多数投资者预计会受到与阿里个案类似的处罚 因此 该行认为 该公告消除了股票情绪的悬念 而并非意外惊喜 也就是说 摩通预料美团股价将在未来几个交易日内有积极反应 该行引述过去几年数据显示 独家商家关系并非美团在市场份额增长的唯一原因 因此 自2018年起 对餐饮商家实施强制排他性 期间为公司带来的市场份额收益微不足道 例如 美团的外卖市场份额从2018年的67.3%增加到去年的70.7% 仅增长3.4个百分点 相比期内 总订单量市场份额从62.4%增加到68.5% 增长6.1个百分点 然而 为配合官方共同富裕号召下 磨通料美团可能在未来几季 加快推出全职棋手的社会保障福利计划 一旦美团落实首阶段社保福利计划 投资者应该能够量化 对平台利润率和单位经济效益的财务影响 按现行监管要求 估计推出社保福利计划 将导致每笔订单的增量成本低于0.5元人民币 该行维持其增持平级及目标价300港元 也村子 二选一垄断行为的罚款额较此前预期的少 相信属公司可控的开支 重申对公司买入评级 目标价285元 该行引述事监局提到 公司去年在食物外送市占率升至69% 反映公司有明显的市场领导地位 该行相信在今次罚款后 不会改变行业的竞争状况 相信在年底前 内地监管机构维稳定市场 再出手的机会较少 因此在互联网行业中 叫看好网易 京东集团 腾讯控股及美团等 Jeffries尽管认同罚款 消除美团业务的不确定性 且金额较原预期低 但担心公司第三季业务 面对不少逆风 例如极端不利的天气因素 和疫情爆发的负面影响 该行料季内餐饮外卖交易 综数按年增长25% 假设货币化率及美宗交易均价维持稳定 意味第三季外卖收入 按年增长约27% 预期全职骑手 美宗交易成本约7.23元 估算食品的营业利润率 按年下降约0.7个日分点点 至约3% 主要是由于降低订单密度 并提高对骑手的机力 到店、酒店及旅游分布同样受不利天气及疫情影响 该行估计营收按年增长31% 营业利润率为40% 较去年同期低 由于季内推出更多事务推广 预计第三季度经营亏损达110亿元 与其目标价346港元 评级买入